今天中午吃什么 两个小朋友 不屌我 排骨把它宰成小节节 这一步大家可以叫卖入的老板娘给你处理好 没得必要拿回来自己宰 现在的排骨有点贵 像我这种都要27块钱一斤的 我们减省一点吃 再来阵子小偷一点 可以多加两筷子 今天的这个辅料就是水果玉米 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切的 这个玉米我们四川的话又叫包固 切成这样子的长段后 再从中间给它分开 所以我们煮排骨汤的玉米这样子切 又好看又安逸 再来准备上一点白玉菇 攒好了固头冷水下锅 先焯一下水 来一点姜葱 料酒 焯开后皮去浮沫 再煮三分钟后捞出来避孕 另起锅来一坨猪油 猪油炒花锅 下入锅头 锅头给它爆一下 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丢入一点姜片跟葱结 扁香过后加入水 烧开过后用勺子 披去这个浮沫 就是刚刚炒排骨的浮油 打去浮沫过后丢上两颗干发酵 这个我载好了包固 洗干净的蘑菇 调一瓢底盐 我煮汤一般都喜欢先调味一点底盐 要不然能连吃起来这些固头啊 跟这些菜是扁蛋的一点盐味都没得 然后把它转入沙菇中慢慢的炖 盖上盖子 烧开过后用最小火给它炖一个小时 这个汤的时间已经等来差不多了 截开盖子看一下 哇 这个汤还是训练的 非常的安逸 再调味一点盐 果干酸辣 然后我们舀一点汤 尝一下味道够不够 味道刚刚好 非常的鲜美 直接关火把它端上桌吃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该不该意 这个玉米从边上一啃就掉了 排骨也基本上蹬趴了 已经离骨了 冷一下有点烫 这里还有一个冷菜 不是在光喝这个汤 这排骨蹬趴呀 一啃就掉了 这排骨吗 你啃错了 刘晗鱼 要从这边上啃才好啃 知道吗 你从这上面不好啃 对 这个汤好鲜美好鲜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